中正一分局也準備再做澄清說明 所以署長您清楚這個誤會是為什麼嗎 我不瞭解 您到現在還不瞭解 因為他們要征訓我也不瞭解 用不了解當黨鍵盤被追問前行政院發言人丁一鳴 到警局應訓想特權的質疑 警政署長陳嘉欽巧妙甩鍋 內政部長徐國勇在一個箭步強化救援 來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的指示就是很清楚 就是按照法律規定然後依法處理 把麥克風掰過來卡位卡死死 結果徐國勇繼續跳針依法辦理 但身為最高行政機關發言人 丁一鳴開記者會造謠業者用來牛 應訊還引爆特權疑雲 可不是依據依法辦理就能解釋 警察出身的新北市長侯友宜也喊話 除了偵查不公開以外 整個流程 這個過程其實是必須有一個部分 還是要公開透明讓大家了解 你們應該問警察局長 從中央到北市府通通推給最前線 但從刑事局特別派人到場主動訓問 訓後警方在車道口架設紅樓柱 疑似顧步步移政大搞煙霧 但一套完美調虎離山劑 就為照顧主角丁一鳴 要說沒有上層壓力誰信 為特定人士開特權大開方便之門 這是一個分局長自行的決定 還是背後可能有警政高層的施壓 分局如果刻意掩護它 那當然是不恰當 也大可不必 當然如果它個人的行為 那我們就不需要去遷入分局 從行政院到刑事局 請全力到頂來協助 連丁一鳴請辭後都還很幫忙 鋪排軌跡多 是不是搶先劇透 預告丁一鳴 可能從造謠風暴中順利脫身 記者撿紅旗球員SN小組台北採訪報導